好嗎? 所以各位朋友 做生意如何令到生意做得好一點 不外乎 這三個方向 每個星期我會Coach我來自很多不同地方 國家地區的學生 我們會包圍著怎樣做生意做得好一點 好了 不外乎 如果你想你的生意做得大一點好一點 三個方向 如果你發覺 你現在所做的那一件事 不是令到這三個方向可以向上提升 你用的時間是白費了的 好 哪三個方向 第一份 這個方向就是 你怎樣令到你多些客戶 很簡單 沒有客戶你的生意如何好呢 那怎樣為止多些客戶 現在在這個網上世界很簡單 怎樣拿多些信息回來 對不對 拿多些你的電話 E-mail回來 你有沒有某些活動或動作 令到你可以收集多些客人的data回來 E-mail回來 你有那麼多的資料 你才可以有那麼多客人回來 好嗎 所以這件事就要想 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有些Lead在這裡 你怎樣可以令到他們變為生意呢 那就是你的offer有沒有清晰 或者你用Sales Team的時候 這班Sales Team的同事的技巧 是不是OK了 OK 那這三點就是 怎樣令到你那個客戶人數上升 好 第二個方向 怎樣令到你每一張單 價值是提高的 例如說 你平時來說 你一張單每個客人平均100元 那有沒有可能是 將它是100元變為110元呢 可以怎樣做呢 去回你的offer 有沒有一些產品 你可以是 upsell到的 crosssell到的 又或者它不光顧你的時候 有沒有某一些的產品 可以是downsell到的 記住了 如果它是光顧你的時候 那一刻給錢 就等於吃飯市場 為什麼當我們去排隊給錢的時候 很多朱古力 很多薯片 很多的snacks 在四周放 就是因為當你在point of sale 給錢的時候 我們再買多點東西 那個二號是很高的 所以製造多這一方面的產品 第三個方向 就是怎樣令到你的客戶 光顧你的頻率高一點 幾個例子 如果它一年只光顧你一次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 令到它一年光顧你兩次呢 有沒有一些新的產品和服務系 可以是製造出來的呢 如果它光顧你 但是永遠都沒有新的東西 賣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了 所以這個產品研發 是非常之重要 又或者會不會和其他的商業夥伴 做一些cross over呢 那你光顧你的頻率 就是高一點 好嗎 所以各位朋友 做生意怎樣令到生意做得好一點 不耐苦 你三個方向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見 各位做生意的老闆 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呢 我現在有一個 2021年老闆必讀的錦囊 送給你的 好了 那你見到下面的按鈕 你按下去 那你就會見到 其實在2021年那裡 有些什麼的訊息 有些什麼的方向 令到你的生意 是可以做得更加更加大的 按下去下面 那我就會送這個錦囊給你 不要浪費他 按下面的按鈕 我會做更加大的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